欢迎收听 从已开始说 从已开始说 我是李重义 Charles 我是千言万语的伟谦 Abby Hello Abby 今天好吗 今天还不错哦 还不错 从跟我录到现在录了几集了 这个应该是第十集了 第十集了 老师我只剩下这一集 下一集跟下下一集 我这一集就结束了 谢谢你这一集来支援 你这个学习心理学这么长时间 你最常听到的心理学派是什么 当然是萨提尔模式啊 萨提尔 对 还有啦 其实蛮多的 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旁边坐的这一位 所以我就直接想到这个阿德勒这样 哦 阿德勒 对 好 既然你说的 请你介绍我们的来宾出场好了 好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 我们非常好的朋友叫做 高小鹿高家军 也可以叫他阿萨姆教养的 什么 讲师 讲师 嗯 卢卢老师你好 好 爱死人 卢卢老师 大家好 两位老师好 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萨姆的卢卢 好 阿萨姆呢 阿萨姆红茶是在 是一种奶茶吗 是吗 现在应该只买得到奶茶 我刚好前几天在全茶买到这样 哦 阿萨姆奶茶 没有红茶了是不是 好像没有了 哦 说一下阿萨姆这三个字好了 因为我很爱喝阿萨姆 真的假的 红茶奶茶都喝 所以你是真的爱阿萨姆 我是真的爱喝红茶跟奶茶 哦 因为我不喝咖啡嘛 对啊 但是主要是因为 30岁以后开始学心理学 刚刚崇玉老师说的 就是我们可能以萨提尔谈的比较多 那其实我最早是开始学 是从阿德勒开始的 所以把阿德勒跟萨提尔都运用在日常生活中 还有育儿上 所以我就叫自己是阿萨姆 那那个姆就是母亲的姆 哦 你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对 一男一女 是 好字一个 对 我只有一男而已 只有一男 怎么会一开始接触到那个阿德勒 一开始是我在30岁当妈妈嘛 那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 就是当了妈妈之后就是很叮金 然后开始读很多教养书 想要学习把孩子教好 那那时候我记得我看好多书 就是什么跟德国妈妈学什么 跟美国妈妈学什么 然后还有很多 反正就是看蛮多书的 但是那时候我一直有一种感觉就是很混乱 然后有一些书上写的就很符合我想要的东西 但是有一些就觉得 不太理解他想要表达什么 那一直到我接触到一本书叫做被讨厌的勇气 那那本书很红嘛 而且很卖 所以读第一本我就觉得很好看 那第二本呢 他其实里面就有谈到正向教养在谈的错误目标 所以我就从那边进去认识了阿德勒 然后我发现这个东西用在育盒上很好用耶 然后很有逻辑性很有概念 我就把之前曾经读过的教养书 好像都可以做一个统整 就放在这个系统里 那后来怎么接触到萨提尔 一开始是我老公买了重建老师的那个萨提尔的书 要给我看 那那一年我记得 他为什么要买给你看 因为教养书我都看 所以他就会买一些 他帮您设列 就是讨书就推买花给老婆这样 对 然后那时候我好像老大才不到两岁 根本还不会讲话啊 那我就翻了一下就 这个再等几年后 就把他放到旁边去 那后来就是在育盒上有一些经验 就发现我好像需要回头重新整理 我在原生家庭里得到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就去上了工作坊 就萨提尔的工作坊 所以其实萨提尔是因为工作坊进去 然后才又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你在学习这两个学派 你觉得用在育盒上面 你使用的哪一个部分比较多 早期的话是阿德勒 因为阿德勒他有四大错误目标嘛 就是我们试着去看孩子 他现在在哭 那我不是看他在哭什么 是解决他哭什么 而是去看他 他在哭他到底要的是什么 这个就是阿德勒在说的目的论 所以不是因为他怎么样 所以怎么样 而是他现在在哭 他到底为了什么 然后再加上四个错误目的 我如果知道孩子他要的是关注 那我就知道我可能在日常 其他生活面向要多给他关注 那如果我评估孩子他现在在闹 是因为他需要更多做主的权利 我就会知道我会更有方向 所以其实最早在用 全部都是用阿德勒啦 没有在用萨提尔 萨提尔是很后期的时候才加进来的 是 阿比你以前也认识阿德勒吗 我认识啊 其实阿德勒那本被讨厌的勇气太红了 而且他里面有一句话 让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 因为我那时候刚回幼儿园在做管理 大概就前五年吧 对 所以还在水深火热的时候 水深火热 对对 你是因为 因为孩子们水深火热 还是行政部分 还是 管理 管理方面 嗯 还有比如说 就是各种管理上面会碰到的挑战 对 然后那个被讨厌的勇气里面 就有说到一句话 就是我觉得很经典 他说所有的问题都是人际关系的问题 对 然后我就觉得 然后那本书里面 怎么每一个我都觉得好有道理 所以后来其实 我那个时候也就买了很多阿德勒的书 包括阿德勒教育心理学 阿德勒 被讨厌的勇气 后来还有续集 续集讲究比较多教育的东西 对 红色那一本 对 然后包括那个简尼尔森 有一套正向教养的书 给家长的 给老师的 我全部都有 嗯 所以其实我其实接触也很早 是 但我没有Lulu这么的 疯他 谢谢 就是执行跟 就是因为我看很多学派 所以我就是这边一点那边一点这样 嗯 对 我看那个Lulu自己就有经营那个粉专 叫高小路的娱乐学堂 对 最早了 我现在改名的叫高小路学堂 嗯 不仅仅是遇自己的儿 也遇自己 哦 也遇自己啊 遇自己 怎么说 最早就是叫 其实我的粉专最早最早 在2019年是叫 好像叫高小路灌溉生活 OK 就是我想要记录所有生活上的事 哦 那后来发现 因为那时候我是全职妈妈 现在也还是啦 就全职妈妈 啊你生活只有小孩 没有别的了 所以后来就改叫 就是育儿 嗯 然后我就开始授课 授课之后我发现 我比较想要教大人耶 就我比较想要教妈妈 就带领妈妈们学习 所以我就把育儿这两个字 取舍掉了 所以现在就叫高小路学堂 嗯 你的那个podcast也是 是不是 podcast就有 就是讲教养啦 就不会只讲 那个大人的成长 所以就叫高小路的阿萨姆教养 哦 高小路的阿萨姆教养 因为我常常也听 这个 那个Ludu的podcast 我觉得里面蛮多讲的都很好的 那个如果各位有兴趣的听众 也可以去追踪这个高小路的阿萨姆教养 里面讲的东西 我觉得蛮符合 一般在教养上面的一些作为的 嗯 我是挺喜欢的 嗯 那你后来在学了satir之后 你这个要怎么交叉运用 还是说其实他都不排斥 其实satir也受阿德勒影响 嗯 所以他们的学派是融合的 就是并没有冲突 嗯 那satir我自己在运 因为其实satir我学进来的时候 就是从自我成长进来的 所以并不是为了育儿 那目前如果以satir运用在育儿上 大概就是李重建老师跟李怡婷老师 都是走对话 嗯 就是怎么去靠近孩子贴近孩子 所以他其实也不好学 因为靠近孩子跟贴近孩子就还蛮笼统 他不像正向教养有一个很明确的四个错误行为目标 所以他很走行 那怎么运用 呃也是从对话开始吧 嗯 就是那时候学了satir 那孩子也开始慢慢能够沟通 然后开始试着从靠近他的情绪 然后透过对话去了解他更多的内在 嗯 对 你在明年一月在那个长尔吐心灵维度也有一堂课嘛 对 这个课的这个主轴是什么 我知道那个名字就已经叫阿萨姆 阿萨姆教养 那主要也是围绕着这个两个心理学的学派来谈的 对不对 对嗯 我想要谈一谈的是 嗯 因为我早期有加入一些正向教养的团体 嗯 就是找到一些观念上比较契合的妈妈们 然后一起学习 嗯 那我有发现 学正向教养的妈妈们 包含我自己就有一个共同的 呃比较容易 怎么讲 就是 地雷吗 还是 我们都很容易对自己的标准很高 哦 就我发现学正向教养的妈妈 很多都这样 然后他知道怎么做之后 他就会觉得我一定要这样做 对 我一定不能骂小孩 对 我一定不能打小孩 对 然后看到老公威胁小孩 就会赶快纠正老公 对 但你会发现夫妻关系就会出问题 是 因为老公就会觉得他怎么教都不对 对 因为你知道正向教养不打不骂 不威胁不利用 嗯 然后 也不 哎 不不 反正就这些都不做 然后那要干嘛 我那时候最早看那本书 我想说那我到底要怎么教小孩啊 我当时有这种感觉 他就是要鼓励 嗯 就是Satir里面在讲的欣赏孩子 是 嗯 Ivy你看他听了频频点头 因为我碰过很多这种家长 对 对 你说学了正向教养以后 然后 不能打不能骂不能 不是不是 他就是变成 你知道这个变有点Satir的规条 就变成形成了 嗯 我绝对不行这样这样这样 嗯 然后你绝对不可以那样那样那样 他学到的东西 到最后反而变成捆绑他 很多生命力的那种绳子 对 然后不仅他自己把自己搞得 很紧张 他也把他的另外一半搞得很紧张 然后其实孩子 还有 也是 他 哦 对孩子也是 因为孩子会受影响嘛 对 甚至会有一些人会用这么高的表演 去看学校的老师 嗯 会说像你们这样 对 那 然后 真的很走火入魔 他不会考虑你一般是1比15 2比30 嗯 他就会说你们应该要这样做 但是我们现场在执行的时候 有的时候这个特殊 然后那个比如说有点过动的倾向 什么的 所以有的时候老师 也是人嘛 会会做一些什么事 但是如果真的很走火入魔的人的话 他这个时候就不能接受了 嗯 对 我会认为这个是原则啦 应该就是说 譬如说不能骂孩子 这是原则 可是 可是 可能很多人在心里面就会有个判断 老师可能会觉得 我没有在骂孩子 但家长可能就会认为 我觉得你这个口气就是在骂孩子 对 对 对 大家的那个不一样 像我有时候讲话很大声 我儿子就会说 妈咪你骂人 然后我女儿就说 没有妈咪 只是讲话稍微大声一点而已 对 他们对骂的定义不一样 所以我们都会说 我们很严肃的在提醒你 很严肃的提醒你 我没有在骂你 我是严肃的提醒你 我很认真的让你知道这是危险 声音比这个再放大大概五倍 有一个震慑感是不是 对对对 那因为很多人学习 他需要有一个步骤 或者是有个明确的 instructions指示 对 那不能打不能骂 其实这个 那能做什么呢 对 他们可能就会想说 我要依照这个规循 那不然怎么办呢 难道 今天骂是对的吗 打是对的吗 可能就会有很多人 会有这样的疑问 不会吗 会啊会啊 所以像我们在授课 也都会有家长这样提问啊 那我一月份想要 在工作坊中讲的就是这个 就是我自己 其实中间有几年 我也蛮疯狂的 就是疯狂的遵循着这些守则 那第一个真的 你会把伴侣逼死 然后可是我觉得其实 最辛苦的还是妈妈自己 因为我很知道那种感觉 就是 我有个目标 然后我这么努力 想要当一个好妈妈 可是其实我的心里面 我内在自己拿着鞭子 在鞭我自己 因为当我不小心 又凶孩子 我就会觉得 我怎么这么糟 就是 我明明就在执行正向教 然后我自己 却在这样骂孩子 然后那我还凭什么 叫我先生不准威胁孩子 就心里会有很多 这种小剧场 那在学Satir之后 我就开始学习 跟自己和好 就是跟自己的内在 比较多整合了 整合之后 我再回头运用正向教养 他就变得比较有弹性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学习正向教养的家长 很需要的 就是他 他应该多一点的弹性 跟他知道什么时候 我一样在用 可是什么时候 我可以放掉这些东西 我看很多人 在学习的路上 有一些妈妈会比 老公会更早来学习 那学习了以后 他们有一个很大的 共通的挫折 就是回去以后 看到老公还是这样子 照旧的方式 在骂 在念孩子 那老婆实在是 不知道怎么去介入 所以很多时候 变成是老公跟老婆 这个在语言上 就有很多的冲突 那你怎么看这个部分 因为有的人说 我学了有什么用 我老公又不学 然后他每次都说 你自己去学就好 然后结果他自己对待孩子 又是传统的那一套 那怎么去处理 这个部分的问题 这个也是萨提尔 我觉得在育儿路上 滋养我的地方 就是 当然阿德勒 他也谈客体分离 所以先生 他要怎么照顾孩子 怎么养育孩子 他有他的方式 那我有我的方式 我学了正向教养以后 我有正向教养的方式 可是我在学萨提尔之后呢 就会开始 把这个放得更松一点 就是我们可以彼此互相尊重 然后我还是做我在意的事 嗯 对 但你也尊重他 他现在的状态 对 就是 我觉得像怡婷老师 也给我一个很好的示范 包含他的书上 还有我去上怡婷老师的工作坊嘛 那我大概就听他说 可以看见他们家庭的样貌 嗯 那就是老师的先生 真的就是很传统的样子 可是老师就是把自己的内在顾好 所以他可以去接住孩子 甚至如果他够稳定 他也可以去接住先生 嗯 所以 学了萨提尔之后 我 嗯 这是另外一个 就我有看到有些伙伴 他没有学阿德勒 也没有学正向教养 他只学萨提尔的对话 可是呢 他就会出现一个状态 就是他没有界限 他太倾听孩子 嗯 然后太顺着孩子 就会变成是宠孩子 嗯 然后你知道宠久了 妈妈就心很累很委屈 因为什么事都以孩子的需要为主 然后我们可能就 吃饭也是孩子先吃 洗澡门要打开 孩子随时进来 你就 你就要让他进来 因为他可能两三岁 阿比是小 你有这样 没有我在想到另外一件事 哦 哈哈哈哈 那个每个妈妈都会经过的 那个 你只要在厕所 他就会来就对了 对啊 然后你 你 你做什么 你厕所门都是开的 你基本上身体就是你的孩子的 你没有自己了 哦 对 所以 这是在早期啦 现在孩子稍微大一点 就我已经过这个阶段了 现在可以关门了 哈雷路亚 对 可是就是我发现 学萨提尔的妈妈们 很多就会没有界限 嗯 然后越学越把自己 诶 学正样教养的也会没有界限哦 有 嗯 嗯 应该不是说没有界限 会有界限 但是可能会有点 over 对对对 嗯 对啊 所以我觉得那个中间怎么去拿捏 什么时候去倾听孩子 什么时候你的界限要稳固一点 嗯 坚定一点 什么时候温和要多一点 那个就很重要 那这些你在工作坊里面会跟大家分享吗 对 一月份的时候会多谈一些 嗯 那很多东西 其实看书都很容易啦 我不知道Abi有没有这种感觉 因为我知道你看书很多 对 就是 你会觉得对对对 讲的真好就是这样 但真的要落实到生活上做 你会发现做不到 我觉得我自己倒是没有觉得说 因为我没有对于 我自己也学很多 嗯 那我自己觉得 因为 怎么讲啊 我觉得都是人吧 我觉得那个人性的部分要考虑进去 所以有的时候讲话大声一点 嗯 但我会去注意说 诶里面有没有会贬低他自尊心的 基本上那个种我会毙掉 但是你大声说话 我没有觉得我是在做不好 所以我这一块还好 但是我真的碰过很多家长 嗯 是真的很容易一点点 就是真的就像你说的 会太过的对话 嗯 什么都要对话 好不好 有没有他 他 有点真的搞错方向了之后 等到孩子大了 他的那个反叛力更强了之后 他就受伤了 然后就 就无力了 对 或者是说就是 太严格要求另外一半 或者是做得太over 这些真的是看了很多 我觉得很多人学习 可能都是想要那个一蹴可及吧 比如说我今天学的 明天我就立马的就要做一个180度的大翻转改变 而且他们希望是持续的都维持在一个翻转过的 但是这个可能也不符合现实了 刚刚说到怡婷跟那个他的先生荣哲 其实怡婷他的那个转变也是经过了好多年慢慢慢慢的 你知道这个怡婷以前也说过 怡婷 我们以前在这个家庭的时候 我爸爸还在的时候 我们会聚会嘛 那我二哥有一个儿子 当时还很小 这个姑姑呢 见到这个 这个应该叫什么 侄子是不是 如果不听话了 他就会大声的斥责 他还叫他罚战 所以以前那个小侄子还蛮怕这个姑姑的 有的时候啦 那其实他不是对于侄子才这样 就是对他自己的孩子 他的三个孩子 一开始也是这样 所以当他意识到这个可能不是他教育的目标的时候 他才慢慢去扭转这个东西 那连带着跟刚那个Lulu老师说 连带着连荣哲也有一点改变 这个是我觉得是蛮神奇的一件事情 也是蛮美妙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回应了之前 重建在他的书里面提到 一个人改变 全家改变 对 那我觉得要有一个信念 就是我其实就是带着一个 良善正向的一个态度去看待我的家庭 看待我的先生跟孩子 那么抱持一个信念 可能就会往这个正向的方向去走 是不是这样 对 我想要分享一个 我那一天去参加一个工作坊 那回程的时候 因为跟学员一起走 我最近蛮常遇到学员问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我在教教养 还有教个人成长 他们就问说 那你这样学阿德勒跟萨提尔 你真的都不会骂小孩吗 或者你就真的都不会生气吗 我蛮常遇到这种问题 那我觉得也跟大家分享 这中间有几个部分可以讲 第一个是 如果以我自己为例 我是真的不骂小孩 那那个骂是 骂 就是我们脑袋中那种骂小孩 比如说你是猪哦 像这种是不可能骂的 那如果你说讲话大声 那个是免不掉 就你身为一个妈妈 你在家你要照顾孩子 你还要维持整个家庭作息 还有很多东西 有时候讲话大声是孩子需要的 因为他需要这个力道 他才知道这件事对这个家庭 或者对妈妈来说很重要 所以要看你对骂的定义是什么 那再来是他问我说 那你都不会生气吗 我后来觉得这个问题也蛮好 因为我做了一个自我整理 生气变得 以前的生气是这样 就是我搞不清楚我怎么了 事情一发生 我就情绪上来 我可能就会骂小孩 最早没有学习的时候 那那个骂其实是 我把我自己的挫折 气馁 自责 就是一股脑的发泄在孩子身上 那所以你骂完之后 你会更自责更内疚 以前是这样 那我觉得现在学 就是做 学完之后还做了一个融合之后 我现在很快哦 比如说我如果真的有生气 或者讲话大声 我可以很快的分辨出 我这个生气里 是在气我自己 还是我在气我的孩子 做了这件事 还是我在气 就是这个事件没有 依照我想要的那个方向发生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快会跑出来 然后我可以清楚的分辨 所以如果你问我 我难道都不会生气吗 我还是会生气 可是我会很清楚的知道 我现在讲话大声 并不是在把我的情绪 发在孩子身上 而是因为这个事件 需要我 用这种生气的方式来表达 这个对我来说是很重要 可能有些人他看 他就觉得你还是一样很大声 或你还是一样骂人 但对我来说 那里面有很多细节是不同的 像你们在教养孩子的时候 你们会时不时的去投射出来 过去爸爸妈妈对我的那个状态吗 会觉得我自己现在教养的方式 怎么有点像以前 我爸爸或我妈妈对我的样子 会这样吗 一定都会啊 会 只是程度多寡 然后你可能投射爸爸更多 还是妈妈更多 我觉得会耶 那除非你经过一个自我整合 然后慢慢去看见 你被原生家庭 还有被你的爸爸妈妈影响了什么 慢慢把那个东西磨掉 要不然的话很困难 你说我爸爸影响多还是妈妈 我认为是爸爸 爸爸 嗯 Abby就是妈妈了是不是 其实都有 都有 嗯 都有 因为你那个眼神看我是 就是我一手 老师有感受到我那个 那个以前那个 我妈妈是很会讲道理 是 然后我爸爸是如果气的话 就会比较用指责的方式 OK 对 其实这两个都还在我体内 嗯 都有影响 都还是在里面 去在背景工作 但是我可以选 在背景工作 听起来好像是那个 是那个CPU在多工一样 就是你会知道有一个力量 他是在里面 他其实是想抱走的 对 但是你后面的学习 会让他就是停在你的里面 嗯 你可以自己跟他相处 那个东西不会弄出来 马上出来 对对 嗯 除非那儿子一直追着我 比如说我跟他说 我已经要去冷静 他就死抓着我 然后我就说我要离开了 然后他再来 然后他对着我的脸 因为我都直接很醒 他 他可能有表官遗传基因 还是什么之类的 他就会做一些 会变成是他 主动发动 对 对 然后如果真的那样的话 我那个背景的东西 才会跑到前景来 那怎么办 如果我我就是在当下 我已经在情绪在酝酿了 然后那个就要爆发了 结果孩子还是不断的在纠缠你 这个时候怎么办 照顾自己的内在啊 这个其实真的很难讲 就是当你在情绪上 你要如何照顾自己 我真的蛮鼓励各位听众朋友们 如果有心想要学习 去走一趟工作坊 因为其实像我在高小路的 阿萨姆教养的Podcast里面 谈照顾内在的部分不多 因为那个东西 你没有办法用讲的 然后你单向听 或者看书就学会 这个是我上了几场 好几场工作坊之后 非常深刻的感觉 就是说有些东西 你真的没办法自己看书学 那你去现场 有一个实体的体验 你才会真正懂得 哦原来那个可能 比如说从一老师书上 也有写Sage 怡婷老师书上 还有那个重建老师书上 都有6A 什么自我照顾法 但我就曾经去所幼儿园 然后现场 就是带完一次之后 就有妈妈回馈说 哦我都有看书耶 可是原来我看书上 跟露露老师 你实际这样带过我走一次 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 我现在才懂得 什么叫做Sage 然后我要如何照顾自己的情绪 所以我们现在这样问 当然一个很快的答案 就是你当下要照顾自己的内在 那情绪先稳下 要不然后面的教养的方式跟策略都没有用 可是就是前面那一段到底怎么做 我真的就会鼓励听众朋友们 有机会的话去上一下工作房 嗯因为我们在说那个 其实工作房里头有好多 第一个当然是练习啦 对不对 就是跟你的伙伴可以一起练习 跟老师一起练习 第二个其实我觉得有好多是来探索自己怎么了 嗯 还有就是来发掘我是怎么走过来这条路的 他那个成因到底是什么 呃 像前一阵子我遇到有一个学员 他说他 他想要这个从事就 呃 助人的这个行业 就是也是当讲师之类的 嗯 那我问他这个想法什么时候开始 他其实 马上就掉眼泪了 他说他从他的孩子 有一个孩子就是很早年就过世了 那从他孩子过世的那个时刻开始 他就发愿 他要把对孩子的爱 给更多的人 嗯 那 但是他时不时呢 心里面就会有很多的这个自责 因为他还有别的孩子 所以他在教养上可能也会有一些挫折 那 呃 影响他比较多的就是 这个对于死去那个孩子的自责感 一直都存在 嗯 所以我常常说 呃 如果你有自责感的 那你去看一下 呃 我怎么会时常的自责呢 这个自责对我的好处到底是什么 那如果好处不大 为什么我要一直带着呢 那我能不能够用一个全新的方式 去看待这样的自己 如果你是一直自责的人 那么你对自己的那个爱的能量就会变少很多 对 如果一个能量不够 爱爱自己不够的人 他自己没有的东西 他就很难去散播出去 嗯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妈妈爸爸在家庭里头 会时不时的就 就会有一些这个呃 惯性跑出来 因为妈妈其实很辛苦嘛 那又如果就带着自责感在生活的话 就会常常去去 内在就有一些抱怨 委屈 这个就会升上来 嗯 所以我觉得更多的在工作坊里头看到了就是 我理解一下 看一下我的这个状态到底是什么 能不能够去 去靠近这样的自己 作为第一优先 好这个是我觉得在工作坊里面 大家可以去学习到的 那我我不知道像 露露你这样学习过来 你觉得对于这两个孩子 你有两个孩子吗 对 对他们而言 有没有一个很明显的 显著的一个变化 对孩子吗 对或者是对你自己 你自己原本过去 有没有很 很显著的就是 你会骂孩子 或者你会打孩子吗 应该不会 不会 以前就不会 对 但是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变化是我自己 倒不是孩子 就是说我都说育儿是一条自我成长的道路 但我觉得他除了自我成长 他也是一个自我整合的疗愈之路 就是说我整合了过去原生家庭对我的影响 我就发现我跟孩子的应对 那个东西是从内在很自然而然的变化出来的 不是你去学 我step one应该做什么 做完之后step two应该做什么 正像这样的 温和坚定该做什么 不一样 就一个是从外在 那有时候 以前我就会有个状态 就我明明很生气 可是我要温和坚定的跟孩子讲话 那你可以想象就是这个妈妈的状态 明明就是内在很澎湃 可是他讲出来的语言 势者要很温柔 那个感觉就很冲突 对 然后孩子他会不知道你到底是 你嘴巴说可以 然后那个语气就是不行 孩子会觉得妈妈怎么了 然后他讲这个意思到底是可以还是不行 对所以我觉得最多的帮助是在我自己 然后这几年我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 就是以前我真的会自责 可是现在不会 我现在有时候凶小孩 我讲凶不要讲骂 就有时候真的你讲话稍微大声一点 大声完以后 对严重的提醒 没错 提醒完以后 以前就会 我怎么又这样 现在不会 我现在提醒完之后 我会内在很能接纳 说 我刚刚稍微讲话大声的一点 不过没关系 我觉得我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觉得心里面会有个东西跑出来 那你就会很有力量 你就不会经常跟孩子相处 那个廉价两天 尤其是四天 一过完整个人就是像泄气的皮球 现在比较不会有这样的状态 然后就算真的就是 有时候做得没那么好 可是心里面就觉得 我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我觉得我已经进步很多 那这个也是我很想要鼓励妈妈们 不管你是学哪一个 就是你一定要看见自己的进步 你如果看不见自己的 那个一点点的进步 你就没有办法看见孩子 那一点点的进步 那个 鲁鲁在学习Satir之前 因为很长一段时间 学这个阿德勒嘛 然后后来有一段时间 跟我们在这个 长而兔的师培 有一起 一起共学过 这个艾比你看这个鲁鲁 你在认识她的第一天 因为我们都是在 师培那个时候认识的 你看鲁鲁到现在 你认为她有没有什么转变 她有什么变化吗 犯旧账一下 对 对 这是爱的眼神 剑一下黑历史 没有啦 我觉得变得比较没有那么 虽然你的外表 鲁鲁你看起来都是柔和 但是以前我觉得那个钢 钢强的 线条比较硬 对 线条比较硬 现在就真的比较柔一点 线条比较软 对 那跟年纪有关吗 为什么 为什么跟年纪有关 松弛啊 开玩笑 那是跟我有关 我年纪 我年纪大了 然后皮肤会松弛 所以我们今天 鲁鲁老师很熟 她很熟 对 对 谢谢 所以你觉得 我说我们跟她很熟 我们跟她很熟 请观众不要学 对 我们很熟了啦 我印象很深刻 那个像 之前鲁鲁有 我之前有提过 不是在这个节目提的 就是鲁鲁跟我去 这个某个学校一起代课 我不知道她这么柔软的 其实她跟人 没有这么主动的去靠近 对不对 对 那当时我其实 我也其实蛮感动的 因为那个 鲁鲁曾经跟我提到 她跟爸爸的关系 所以可能看待我 看待像长辈啦 因为我算鲁鲁的长辈了 男性长辈 对 男性长辈 可能有一点点 看到 距离感 对 以前跟爸爸相处的那种距离感 现在还有吗 我觉得那个是惯性 就是已经在我的协议里 我很习惯只要看到男性长辈 我的习惯就是不会去靠近 甚至他过来靠近我 我就会稍微退 退两步这样 这是我的惯性 那我现在必须要 用一个很大的觉察 去提醒我自己 在我面前的这个人 是从毅老师 不是我的 我脑海中映射出来的 某一个角色 我才能够 更多的愿意去靠近这个人 因为 因为大家在那个 失陪一年当中 其实我们接触很多啦 也谈过很多话 然后也看了大家在 不断的演绎 各种的那个工具 所以其实我都很了解大家 然后 那一天正好我们 带完一个学校的 最后一次的那个课程 那失陪也正好结束嘛 对不对 对 鲁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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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 虽然说你知道未来 还是会有很多合作的机会 可是像师培 我觉得那就是那12群 就是12个伙伴跟两位老师 我们这14个人的那一段录要结束 那时候Abi哭得比我还惨 你以为这一集我们在访问你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转变 因为刚刚Abi说 刚看到Lulu的时候 可能线条比较刚硬 那走完一段历程以后 比较柔软 这个是我要说的 就是反映出Lulu 其实内在很柔软的 然后会想要跟人靠近 只是受限于 也不要说受限 然后因为过去的家庭的环境 教育的环境 教育的背景 导致我的惯性就会兴起来 对 就不会 这个可能也会影响到教养 对不对 会 对 很多人在上课的时候 他其实不明白 我怎么会时不时的就对孩子大骂 为什么有的妈妈不会 你要知道这个 跟每个人被对待的过程不一样 以前小的时候 我妈妈可能就是这样对我的 那我虽然不喜欢 你知道这个很吊诡 我不喜欢我妈妈这样对我 可是我无形当中 我就在复刻我妈妈对我的那种模式 那结果用在我的孩子身上的时候 我又觉得很自责 我又很懊悔 那变成一种负向的循环 他就跳脱不开来 所以 怎么样才有办法 跳脱开来 变成是正向教养 比如说我们这样说好了 正向教养这四个字 路路可不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 什么样的这个教养 叫正向教养 只能讲正的 不能讲负的吗 正向教养 它其实是一套 我觉得是一个很完整的学习系统 那他在指的就是跟孩子的应对 我跟孩子的应对 带给孩子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他在谈 为什么不要打骂 不要威胁 不要利诱 不要处罚 我们可以一个一个拆开来去看 打骂 带给孩子的影响是什么 处罚是什么 连奖诚他也不用 他们是不 就是 不奖励 不奖励 对对对 没有棍子没有胡萝卜 对我们家也不奖励孩子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就是我要去打开 看我奖励孩子 带给孩子的影响是什么 那学校那个贴小 小红苹果那个可以吗 那个都是奖励啊 那也是奖励 对啊 所以如果你用 就像刚刚Abby讲的 你用一个正向教养的眼光 你去看体制内的教育 大概你都不太会 不会很 没有办法满意的 对 那我刚刚要说的是 所以正向教养 它是一个你跟孩子应对的方式 那它是去调整你如何跟孩子应对 所以把不好的应对拿掉 把好的应对放进去 可是这个就回到刚刚 崇玉老师讲的 我以前小时候这样被对待 我不喜欢 可是现在我当了妈 怎么我复科了我妈或我爸 那个样子 嗯 复科哦 就真的一模一样 你会发现很恐怖 会起鸡皮疙瘩的 所以你正向教养变成 如果你只是从外在 学你的内在 有时候会有更多的冲突 对 因为你已经有一个方向 可是你就做不到 嗯 那 学了萨提尔之后 那个自我整合的意思就是 我重新去看我小时候怎么了 然后在那里做一些工作 把那个东西磨掉 嗯 磨掉之后你的内在变得比较圆融 那你再去学工具 用起来就比较顺 嗯 就不会你觉得很卡 或者我都知道 但我做不到 嗯 对 那个就是 我为什么会说 育儿是一个 自我整合的疗愈旅程 而且你看像现在 嗯 比如说如果 假设我现在还没结婚 我交一个男朋友 大家不合就分手嘛 甚至现在 结了婚以后 也可以离婚啊 对 就我跟这个人真的处不来 我觉得我们很难沟通 我做了很多努力 我最后都可以切断这个关系 所以也就是说 我可以在这个关系里不成长 可是我生小孩没办法 那是我生的耶 我生了他 那是你负责的妈妈 嗯 应该大部分的妈妈 你都很难丢下你的孩子 就不管他的嘛 嗯 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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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你犹豫什么 不是我看的比较多嘛 OK 各种各样都会有啊 是 不过多数是负责的 是 对啊 就是说你孩子已经生出来了 那他就会逼迫着你 你势必得去做一些整理 或者做一些改变 那除非你就是 动作没看到 就明明有问题 然后不去处理他 或者想要甩锅 把他交给哪个老师 或者把他送到某个学校 除非你是用这样的方式 要不然的话 你一定会 孩子跟你的相处 孩子最知道你的点在哪 嗯 他很知道哦 别人都不知道 他就知道讲什么你会抱 是 那你就变成那个东西不处理 你就经常要处在那个痛苦的循环里面 嗯 就像刚刚我说到 啊 刚刚那个鲁鲁老师说到 就是 大部分的爸爸妈妈都不会 放掉孩子不管嘛 我就想到我自己啊 嗯 因为小的时候 爸爸也是这样告诉我们 说妈妈 因为我爸爸 跟我妈妈在我国中时期就离婚了嘛 嗯 所以以前都会灌输我们说 你妈妈不 不管你们了 但是其实长大来看哈 我最近 最近 这个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 呃 尤其我上次跟那个Abby提到我 我看的那个电影蓝色海湾 嗯 人生都是很多的选择 那每一个选择都是当下最好的选择 嗯 也就是说 今天你可能 迫于无奈 必须要 放掉孩子 放掉婚姻 或者是说你会做一点决定 那事后回来 你可能会很多的 这个自责 但其实你不要忘了 在每一个当下 都是最好的选择 嗯 所以 回过头 回过头去看 你也不愿意事情走到这个地步的 所以都不是你故意要让事情变差的 嗯 所以我才说 每一个选择都可能是当下最好的选择 如果都是的话 那我干嘛要为这样的选择而 而很多的自责呢 嗯 但现在很多的爸爸妈妈 会是这种状态 我当初怎么不要多让我的孩子多念什么书就好 我怎么不要让他多念才一般 或者是他如果生病了 我怎么不要让他多一点 这个花多一点钱 医药费去帮助他什么什么的 嗯 我常常会这样问爸爸妈妈 如果当初你知道多花一点钱 或多陪伴一点时间 他就会走到你想要的境地 你会想要多花这点时间跟金钱吗 绝大多数的爸爸妈妈都说会 嗯 所以意思就是 你当下不知道嘛 你不知道结果会变这样 所以 你已经选择一个最好的选择了 那既然如此 我们为过去的这个选择而负责就好了 这个其实也是给孩子的一个示范 嗯 如果我都能够凡是为自己负责 而不是自责 嗯 那孩子就知道我每一个当下我都要 都要为自己而努力 为自己而认真 嗯 那我就不会事后来很多的懊悔 我不知道对 Abby是不是这样看 或者是Lulu也可以 这个跟萨提尔女士讲的就是 父母在每一个当下都已经 竭尽他们所能而为了 嗯 对啊 就是刚刚老师讲这一段 那我觉得在当妈妈以前 我如果看这段文字 我大概没有feel 嗯 对 可是当我当了妈妈 我就能够理解 哎 真的是这样 就是我那么努力想要做好 可是却没有办法做到我期望中 自己想要的样子 嗯 对 可是你透过学习 透过整合 你可以慢慢的跟自己越来越靠近 我觉得那个是 嗯 佛家用语叫次第 就是说当你可以跟自己靠近 你再去靠近你的孩子 还有再去谈你的父母亲 呃 谈不谈 原谅啊 或者是可能过去你跟他有些恩怨 有些纠结 那个可能要摆在后面 嗯 要不然的话就会变成有很多的无奈 就是我们觉得 哦 爸爸妈妈养育我也很辛苦 他当初也不是故意的 那我现在怎么一直在责怪他们 那我还是要原谅他们 最后就会变成 好了 没办法 我也只能原谅 不然怎么办 就会有很多的无奈 嗯 所以应该是从自己身上处罚 然后自己的这个部分走完 后面的那个就会自然而然的跑出来了 嗯 在讲原谅 我都每次都想到那个一个电影 是那个Tom Hanks演的 就是那个A Beautiful Day in the Neighborhood 呃 他里面在讲说原谅啊 他是扮演那个儿童 儿童节目的主持人 然后他在说原谅这个事情 其实就是一个人是不是把他对生气的这个气能够释放完 如果没有释放完 嗯 我要谈原谅谈何容易 嗯 所以也就是说 我如果过去对着爸爸妈妈 对有很多的呃 这个痛苦仇恨的话 或者是愤怒的话 要先把这个气给走完 嗯 让自己把这个生气的那个能量 至爱的能量能够去流动一下 否则你要去谈原谅 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也别这么着急去谈原谅 对 嗯 我也可以选择不原谅 这个都是我的决定 嗯 对 所以很多在教养路上 可能会复课爸爸妈妈的 可能你要去看一下 我怎么会形成这样的 接下来我要不要去 为我自己重新做一个决定 我觉得那个才是 当下你可以去想的去做的 那这个可能很多时候 你光看书啦 光看视频啦 你没有办法去体验 可能在工作坊里头 跟老师做一点练习 做一点对话 或者是跟伙伴做一点这个活动 你大概就有更多的体验感进来 嗯 对 是不是这个工作坊的目的是这样 我觉得工作坊除了 就是老师会带一些 有体验的活动之外 其实 我觉得里面很棒的一个地方 是大家会把自己的困境 或者是问题 有的时候会在课堂上提出来分享 然后然后可能就可以运用 不知道如果老师到时候会设计 什么样的活动 或是适合的工具 可能就会带一些学员走一段 嗯 或是体验一下 然后有一些东西 虽然是别人在台上 跟着老师做一些练习 或是自我整理 可是其实你在台下 你在听 然后你用心去感受 其实有的时候 好像这个叫做共振吧 对 所以我觉得工作坊里面 就是会有一些 你可以借由别人的分享 跟他自我探索的历程 你也可以搭一段顺风车 嗯 或许那个一开始 并不是你来上课的议题 嗯 可是你就 因为我觉得人是很直觉的 你看到那个画面 或是你一个感觉进来了 一个什么东西进来 欸 突然间我也发现 这一块我也需要被整理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我认为 工作坊非常迷人的地方 对啊 而且有时候就是 可能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欸 我犯了一个什么错 然后很丢脸 或者不好意思讲 但是你去到一个学习团体 你发现 欸 他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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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原来 大家都会犯类似的错误 对 他好像也没有那么的 就有一种普通感 对 对 什么叫普通感 普通感就是 在工作坊里面 你会有一个 那团体疗效 他有十二个因子 十一个还是十二个因子 那普通感就是其中一个 就是说我不是孤单的 OK 我们都是 人性嘛 然后人性某种程度上是共同的 我的理解是这样啦 嗯 那工作坊里面真的可以建立这种 而且你也会 不是刻意建立 你就是 不明显然 你就会感觉到 啊 我不孤单 你会被接触 嗯 你会觉得 啊 对 你懂我 你懂我 对 通常来上工作坊的 这个年龄层 大概在哪里啊 鲁鲁的授课的 阿萨姆的学员 大概都是 二三十岁 三四十岁的 大概都 二十岁到四十岁这个 对 学教养的话 那如果上次我成长的 我有遇过六十几岁的学员 哇 对 很了不起哦 对 年纪稍长的 其实也可以啊 我觉得学习永远不嫌晚 呃 有一些年长的这个 呃 家长们来上 其实也都很有感的 啊 他不是只有 很多时候 我觉得不是只有 去教你去怎么去带孩子 而是教你怎么去 回应自己跟 去看看 过去家庭给你带来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这个 可能都会有很多的共感 嗯 对 我觉得真的怎么 去学习怎么教孩子 倒是其次 嗯 而且真的 大家看出你也知道怎么教孩子 但是就是那个内在 很多啊 现在书上 头脑知道啦 对啊 头脑知道 但吓不到那个心里面去 然后还有就是 呃 你做出来跟书上想要传递 让你表达出来的东西会有落差 哦 对 通常落差一开始是会蛮大的 如果只看书的话 对 会蛮大的 嗯 你老公 这个看到你这样子学习 他 他有什么变化吗 他支持你是不是 对 他很支持我 但他自己会学习吗 他会被我耳濡目染 嗯 因为有时候你听课你就会放着嘛 对 然后就开始一直播放 那他就会也听到一些啊 通常男孩子对心理学一开始会 好像就我啦 我自己一开始是有抗拒感的 啊 你们去学就好了 我不需要 你先生会这样吗 他好像还好 还好啊 但是因为教养本来就是我主导 嗯 所以我想要做什么样的学习 他就支持我去学习 然后去尝试 然后他很合作 要开家庭会议的时候 他很愿意 家庭会议也是 你在谈阿德勒的时候会提到的 对 嗯 然后还有要发放零用钱 我会讨论 啊 频率多少 然后要发多少钱 然后我们发这个零用钱 用意是想要教会孩子什么 对 我也想要听听他的意见 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些讨论 嗯 对 他很支持啦 嗯 他会打骂孩子吗 以前 不会 也不会啊 不会 哦 这跟他的家庭有关吗 你觉得 我经常都觉得 我很感谢我公婆把他教得很好 嗯 因为我觉得他内在很稳定 嗯 然后 我 嗯 我学阿德勒的时候就觉得他是内建阿德勒 然后学萨提就觉得 哎 这人怎么内建萨提 他都不用学 对 我觉得 有些人真的不用学 我后来觉得 有些人真的不需要去探索原生家庭 因为他可能就 内在很健康 或没有太多的受伤 他已经在 他的人身上往前冲 那像这种人其实就 就 就继续冲就好了 你说这个好像听起来就是你以前曾经有受伤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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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有受伤 然后你现在就是慢慢懂得自己的伤 要怎么去疗愈 对 嗯 对 嗯 那现在怕的是 我受伤了 但我不知道 或者我受伤了 但我不愿意承认 或者我不愿意回头去看一看我怎么了 嗯 有些人会知道他受伤了 但是他并没有很明确知道说 这个伤跟我现在 教养小孩 或者是在外在世界去跟人应对 有关联 嗯 对 Abi你清楚吗 你对于自己内在有没有伤 这个是清楚的吗 我应该算算是啊 所以你清楚有 这样吗 你说有没有受伤哦 对 不好说啦 哈哈哈哈 我觉得其实很多的时候父母是 Abi妈妈都在听Hotcast 对 爸爸 妈妈要放出来给爸爸听 但我觉得有时候那个伤没有那么 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很重的伤 就是可能有一些影响 就我们重新去看看那个影响是什么 我们要这样看 有的时候那个伤 其实不是爸爸妈妈故意要造成的 对 他不是 对对对 就是就是爸爸妈妈 他们已经尽了力要去教养孩子 可是 maybe那个时间或者是那个方法不太合适 当时不太合适 嗯 仅此而已 所以不是爸爸妈妈故意要造成的 我也很难想象有一个爸爸妈妈故意要孩子生下来 我就要来虐待他或者是让他不成人形的 可能也很难想象会有这样的爸妈 嗯 所以大部分的爸妈应该都说是 想要让孩子能够过上一个理想的 当然那个理想也是他自己想的啦 嗯 理想的一个生活 那用他的方法去去对待而已 嗯 所以呃有一些人在上课了以后会发现 如果我们有一个新的眼光去看待 那你大概就会松掉很多了 嗯 你就跟你爸爸妈妈 要不然有一些这个爸爸妈妈以前啊 我听过就是有些家长就会来说 啊你们说来说去好像都是我们不好 嗯 是你们学习学那个什么东西 怎么好像反过来批判我们一样 嗯 所以变成是爸爸妈妈妈受伤了 对 对 对 所以学习可能你要去看一下 我是不是在过去有受伤 但这个伤不是 不见得是爸爸妈妈造成的 对 也有可能是那个孩子 他自己在那个时候的那个狭隘的观点 他自己有一个 跟爸爸妈妈起心动念是不一样的诠释的 对 所以有可能 真的不是爸爸妈妈要干嘛 而是孩子那个时候把他诠释成是 对 对 为他自己带来伤害 那都是有可能 阿德勒说 孩子是很好的观察者 但是是很差劲的解读者 对 对 所以他看着爸爸妈妈做一些可能爸爸妈妈在传递爱的行为 但是他会做了错误的解读 这是很自然的 因为他的生活经验不够 所以那个伤有可能更多时候都是我们自己的解读而来的 所以我们回去重新整理这个部分 就像我以前中学时期 我都会怪我爸爸这个零用钱给的太少 爸爸说为了保护你们不要乱花钱 我们就会觉得爸爸小气 不是后来买了一台车给你吗 那个是我当兵了以后 那个比较后面 对 比较后面 我说中学时候 所以你看那个解读不一样 爸爸妈妈可能会觉得 我这时候对你是 保护 保护你 我是要对你最好的这个状态了 可是孩子的解读不一样 孩子可能就觉得你 你哪有对我好 对 我觉得如果可以透过你生了孩子 你去学教养 结果往这个方向走 他会变得很美 就是你会看到 哇原来当初我爸爸不给我零用钱 那是他对我的一份爱 对啊 然后我以前经常感觉不到 爸爸妈妈他们给我的温暖 可是我在学习了之后 有一次真的很神奇哦 我就脑袋中突然间冒出一个画面 那个是我爸爸 他蹲在我们家的浴室 然后在刷洗电风扇的背影 然后那个画面跑出来 然后我记得那一天 我就红了眼眶 因为我突然看懂 那个是爸爸对我的爱 嗯 对 因为我小时候有气喘 然后我爸爸他不会让我做任何那种 像电风扇里面卡一大堆灰尘 像这种事我都不需要做 因为我就会开始一直打喷嚏 然后整个这边都会红掉 眼睛这边都会红掉 然后我就 你就会开始有一些画面冒出来 然后以前你看不懂那是什么 嗯 但你现在回想起来 你会觉得满满的都是爱 嗯 嗯 会不会那只是在清他自己抽烟的烟构而已 那个他从我房间上菜走了 哈哈 对 就是你看每个人的解读不一样 每个人脑中都有小剧场 都有自己的解读 对 小时候看不懂啊 对 小时候总是比较单面向的觉得这个对我不够好 长大了大概你透过学习就会有一些这个多的思考进来 那像这样的课 嗯 如果我没有孩子也适合上吗 如果没有孩子 我觉得可以多往自我成长的方向去 嗯 就是其他的工作方也不错 嗯 那如果你 我们现在如果谈阿萨姆教养工作方 因为到时候我会带一些 嗯 教养上的方式 我会谈自然结果 嗯 那这个东西其实你运用在夫妻上也可以 嗯 但是我会 我们会比较锁定是家长啦 嗯 如果以我的方式方法 听起来老师也可以啊 可以可以 而且我曾经之前有带过家长 他是准备要怀孕 还没怀孕就来上 就上完之后 他跟我说他跟他的伴侣之关系 有一个很大的改善 所以我觉得阿德勒跟萨提尔很好用 就是你学了之后 其实任何的关系都可以用 他不会只能用在夫妻关系 或只能用在亲子关系 但也要看人教啦 我看过鲁鲁上课 他上课是非常有魅力的 嗯 他讲故事是非常好的 嗯 然后带活动 我觉得是很有一套的 嗯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参考一下 好 还有没有要补充的 Abby Abby 帮我们补充一下好了 这堂课适合 什么样的对象呢 我刚刚听到的 第一个就是 有孩子的当然是没有话说嘛 第二个听起来就是 你如果在备孕 其实你也可以就 先来看看自己 因为自我的整理 他是需要时间的 对 所以孩子生下来其实 我觉得如果你可以在备孕的时候就 或是你计划要生小孩 你就先开始自我成长 是 那个比较充容一点 对 不然到时候你是直接上战场 然后一边做一边修正 当然那也很可以啊 冲击比较多一点 冲击多一点 对对对 再来我听起来我觉得 叫你有跟孩子 如果你没有小孩 但你的职业是需要跟比较 孩子互动的 嗯 老师啊 老师啊 或者是 指导员啊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好像也蛮适合的 对 对 然后 大概 其实是 然后你说又可以增进夫妻关系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维护好一段 感情的 这是bonus bonus 也许有 也许有 也许没有 好 那这个你自己参考就好 好 最后露露帮我们这个做一个结论好了 好啊 那今天很开心来上从一开始说 那我想要分享一下我11月23号 到时候有 我会在长尔兔 办一个open讲 那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会多讲一讲 我在学习萨提尔之后 他带给我的一些改变 嗯 那我会 因为其实我上过一些工作坊 偶尔会讲到我的一些故事 包括我跟我爸爸的 或者我跟我妈妈的 一点点 但因为上课还是要以学员为主 就是以大家的学习为主 那11月23这一场我会 就是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完整一点的分享我的学习历程 的故事 对我自己感觉 如果你听这一段 也许你可以看见 到底学萨提尔 他对你的帮助可能会是什么 或者到底什么叫做育儿 是一段自我成长 或者自我整合的路 可能你听完会有一些收获 所以这是第一个是12月23 那再来就是明年1月20号的 阿萨姆教养工作坊 那今天大概有跟大家介绍 最后我以我女儿最近的一个互动 做收尾 刚从一老师有问到 我学习之后 我或孩子的改变嘛 我女儿她现在五岁多 然后呢 她最近有两个 我比较印象深刻的 一个是 她突然间那天在家里 然后看着我 她会拭目交接看着我 她跟我说 妈妈谢谢你生下健康的我 我真的在吃饭 你知道吗 然后突然间被她连结了 我就好感动 我想说我到底是交出了什么女儿 是吧 然后我就还蛮感动 对 然后另外一个是 那一天因为她洗澡叫不动 我就叫她洗澡 已经讲三次了 已经用过那个之前讲过的 启发式提问 日常做洗表 对话先靠近她的感受 就是任何的这个部署 我都整理了内在 然后去做 还是叫不动 所以各位你们不要觉得 学完之后 问题就一定会解决 好 最后呢 我就只 就是用一个比较大声的声音 严肃的提醒 然后走到她的旁边 告诉她 我刚刚已经提醒你三次 现在是几点几分 如果再不去洗澡 我们今天晚上会没有陪睡时间 如果你想要 请你现在 马上去洗澡 我就站在她的旁边 等她收玩具 然后她就有点 要哭要哭的 然后就 我跟她一起进去 后来她就跟我说 妈咪 那你可以在门口陪我洗澡吗 我说当然可以 我就坐在门外陪她 她现在最近在练习自己洗头发 她五岁多 那其实我情绪当下没有很好 我也在跟自己靠近 就她就在里面洗 我就在外面深呼吸 调整内在还有陪伴她 后来快洗好的时候 我女友就看着我 她就跟我说 妈咪 我知道你刚刚不是在凶我 你是在教我 现在应该要去洗澡了 哇我听到这一句气都消了 我就觉得说 我就说 哇妞 谢谢你知道妈咪的状态 然后也谢谢你知道 我大声不是要骂你 我是要告诉你 我们需要赶快完成这件事 然后就跟她抱抱 然后就是 感觉到非常的有连结 所以 以这个我跟孩子的相处 让大家看一看 当你学习 不过这是有一段历程 是 对 如果你也向往刚刚 Lulu老师说的 这样子的一个图像 真的很欢迎大家 到时候一定要抱 Lulu老师的工作坊 我们都在讲连结嘛 对 最后 我说一下 我前两天去一个国中 去演讲 对家长们演讲 然后我就 正好那现场 有两三个国中生 在那里 就是帮忙会场之类的 那我演讲到一半 我就问到 这个国中生 那我就跟这个家长说 你看我们都希望 跟孩子有所连结 告诉孩子们 其实我是很爱你们的 我是很关心你们的 我说可是呢 恰恰 这句话 或者是这些关心的话 我们很少说出口 我就现场就问了 那两三个国中生 一个国中男孩子 我就问他 我说 你上一次听到 你爸爸或你妈妈 说他爱你是什么时候 他逼了头 想好久 应该有五年以上了吧 五年 那现场的这个妈妈们 家长们就 好像心有心有所感 然后我接着又 问另外一个国中生 我说 我说上一次 你爸爸妈妈跟你说 我爱你是什么时候 他就突然静默 然后他就摇摇头 不记得 你看我们都想说 要跟孩子靠近 可是我们在语言上 竟然这么的匮乏 对 我们能不能够 透过一些改变 改变自己内在 改变语言的方式 去靠近 去接近孩子 而不是 常常挂在脑袋里面 就是想要去 帮助他改变这个孩子 所以如果你的那个mindset 你的那个心态 开始有点改变的话 那maybe就是一个 你家庭的 连结的一个开始 好 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那个 Lulu老师的工作坊 还有他的粉专 高小鹿的阿萨姆教养 对 还有他的podcast跟粉专 粉专是高小鹿学堂 高小鹿学堂 谢谢 好 今天谢谢Lulu老师来 谢谢Lulu 谢谢崇逸老师 谢谢AB 好 崇逸开始说 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 剩下的 下次再说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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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